接下来我们学习PrintF函数和SkyF函数 首先我们来学习PrintF函数 前面章节当中呢使用了PrintF函数 它是标准的输出函数 输入和输出功能呢不是C元的组成部分 而是C元函数库中的标准输出函数进行实现的 因此我们在使用PrintF函数的时候 需要暴海铜键StandardIO.h 那么考虑到现在读者的卸有水平 这里只介绍它的使用方法 那么接下来通过一个案例来演示PrintF函数的使用 如图所示在主函数里面打印PrintF PrintF里面写不知不觉喜欢上了C元 这是打印字不串 好第二句话呢PrintF打印了一下 百分号D加百分号D等于百分号D反斜杠N 揣了一个1揣了一个10 传了一个1加10 最终返回了0 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第五行其实是一个加法运算式 其中百分号D呢它代表占位符 其中百分号告诉程序将一个变量或者数据呢 在这里进行输出 D呢告诉程序此时要输出的是一个十净值或者是一个整数 而对应双引号后面的形式参数呢 如第一个1是百分号D那么对应的就是1那么第二个百分号D呢对应的就是10而第三个百分号D对应的就是1加10的结果 程序运行首先计算出复值运算符右侧表达是1加10的值 再按照以上设定的格式进行输出 大家注意每一个百分号D从左到右依次进行对应 不能说第二个百分号D跟第一个E结合 这样是不合适的 所以第一个百分号D就是输出1 第二个百分号D输出10 第三个百分号D输出1加10的结果 不过